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我是天晴 由於過度勞累 朱利在2023年4月放棄了在北京的電子遊戲開發工作 轉移做起了全職女兒 中國的年輕工人長期以來一直抱怨工作時間長 而且未有加班費 他們採用了一個學術的術語叫內卷 用來描述更大投入 但未有產生更多產出的情況 很多人感到必須更加努力工作 但生活質量卻未有任何改善 BBC新聞網報導 現在29歲的朱利每天都做著洗碗 為父母準備飯菜和其他家務工作 朱利的父母支付了她大部分的日常開銷 但她拒絕了父母開出的每月2,000元人民幣的工資 畢竟她目前的首要任務 是從之前那份每天16小時的工作中解脫出來 朱利說 那過著行屍酒肉般的生活 超長的工作時間 和慘淡的就業市場 迫使中國年輕人做出不同尋常的選擇 朱利是越來越多自稱為全職子女群體中的一員 他們回到舒適的家 要摩是因為渴望從疲敗的工作生活中解脫出來 要摩是根本找不到工作 中國人從小就一直被告知 努力學習和公讀學位會有回報 但年輕人現在卻感到失敗和徬徨 目前中國年輕人失業率又創下了新高 高達21.3% 16至24歲的年輕人中 每5個人中就至少有1個人失業 這個數字還不包括農村勞動歷史上 很多全職子女表示 他們只是打算暫時待在家裡 這是一個放鬆、反思和尋找更好工作的時期 但說起來就容易 做起來是很難的 BBC報導 朱利在過去兩星期內 向招聘單位發送了40多份求職的申請 但只是接到了兩個面試的電話 辭職前找工作很難 辭職後就更難找到工作了 中國大陸有著被稱為996的企業文化 每個星期工作6天 從早上9點工作到晚上9點是一種常態 因此 職業圈台是促成全職子女現象的原因之一 BBC報導 同樣是全職女兒的陳都都 在2023年早些時候離開了房地產行業的工作 因為她感到越來越疲敗 工作的價值越來越低 27歲的陳都都說 在支付房租之後 她幾乎是一無所有的 回到中國南方父母家後 陳都都說她過上了退休班的生活 但某種焦慮卻一直藏在心裡 腦子一直有兩個不同的聲音 一個在說難得有這份行程一致 好好享受當下吧 另一個聲音卻在催促她考慮以後的打算 最近從騰訊離職的鄭傑克對BBC說 她每天必須在工作時間之外 回覆近7,000條和工作相關的短訊 這名32歲的年輕人 將這個稱為隱形加班 因為雖然這是意料之中的 但卻沒有任何經濟的補償 工作的壓力令她患上了嚴重的無浪炎 這是一種由無浪發炎引起的皮膚病 她最終都是辭職了 在中國 上大學曾經是一種精英追求 但在2012年至2022年期間 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將大學學位視為在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中 獲得更好機會的入場圈 大學入學率從30%上升到59.6% 但隨著就業市場的低迷 人們的期望已經化為失望 專家說 隨著創紀錄的1160萬應屆畢業生 進入就業市場 青年失業的問題可能會進一步惡化 面對就業難 很多中國的大學生 甚至產生絕望的情緒 自使有些人不惜掛科 也要推遲畢業 最近幾個星期 中國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大量垂頭喪氣的畢業照 這些照片反映了應屆畢業生的失望情緒 有些照片中 年輕人穿著畢業袍平躺在地上 臉上蓋著畢業證書 有些照片中 他們將畢業證書舉在垃圾桶上 準備吊了它 上海招聘公司Direct HR的總經理 威克什海武對BBC表示 情況是相當糟糕的 人們疲敗不堪 很多人試圖選擇放棄 很多人對於找工作感到絕望 BBC報導 重量聯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彭博表示 中國在瘟疫大流行後的經濟復甦 是慢於預期的 是失業率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 彭還說 一些僱主也不太願意僱傭應屆的畢業生 因為他們的工作經驗比上一輩的畢業生是少的 此外 中共政府持續對電子商務、教育平台、 遊戲和金融等高增長行業進行了打壓 而這些行業是年輕人的主要僱主 麥格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胡偉俊 在一份報告中表示 自2018年中共政府開始去風險化以來 青年失業率增加了一倍之多 根據中國招聘網站《智聯招聘》 2021年僅房地產、輔導和科技公司的招聘信息 就佔了畢業生所有招聘信息的一半以上 一年之後這個數字是降至26% 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 中共政府為了淡化這些問題 他的官媒《經濟日報》發布了文章表示 隨著內地2023年畢業季到來 慢就業一詞被多次提到 慢就業並非是貶義詞 不是不就業 更不代表躺平 該報表示 雖然一些中國年輕人確實失業了 但另一些人則主動選擇了慢就業 中共官媒報導遭到網民的嘲諷 一名用戶在微博上寫說 中國的文字真是博大精心 我們明明失業了 但官員們卻發明了慢就業這個詞 會有幾晚?幾個月?還是幾年? 小紅書上另一個用戶說 根據這個解釋 20世紀20年代末 美國大蕭條時期的就業率應該是100% 因為大多數人都在緩慢就業 這是解決全球問題的最好辦法 網民Haria J.K.表示 慢就業、代就業、靈活就業 就是不能說失業 BBC報導 上海金融和法律研究員 研究員聶日明說 失業就是失業 用詞要得當 聶日明補充說 可能確實有些年輕人 希望在開始下一份工作之前 有一個休假期 但我認為 現在情況是絕大多數失業者 都急於找工作 但卻找不到工作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吳慧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月版部分的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